OK OK,紧急出发,紧急出发,我朋友终于今天有空,带我去玩一下这个牛逼的运动,今天我们去打这个散弹枪,来试一下,看看这个能不能打中,上一次我对散弹枪的最大印象就是后座率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声音也非常非常吵,然后这个虽说是散弹,但是打中一个飞行模式, 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看今天这个感觉怎么样,看能不能打中,OK,来这边尝试一下这个打这个枪,哇塞,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开始了,OK,这是一个专门打这个散弹枪的一个训练原地, 因为这个还是在城市之内,所以说这个只能打散弹枪,因为长枪的话这个子弹飞太远,有时候会飞到高速公路之类,上面之类的,所以会比较危险 这里的枪啊,感觉没我想象的那么小,所以说这个耳塞还是带着吧,只想给了,不过,不过我耳朵比较小,所以说这个耳塞,很难很难很难塞进去, OK,相比这个加,相比美国哈,这个加拿大这个打枪是相当,限制是相当多的,美国各个州也不一样哈,这个加拿大呢也只能玩这种,就是半自动步枪,和这种散弹枪,然后还有手枪,不过手枪呢只能用来打靶,不能随便带上阶 这个手枪只有一个目的,只能打靶用,然后这个步枪和长枪的话是可以用来打猎,但是呢你不能随时带着,你必须在这个区域靶场,或者区域靶场的路上带着,怎么定义这个区域靶场,区域靶场的路上呢? 嗯,一般来说,如果说你中途要停一个什么,比如说停超市的话,你就是不允许带枪,照理说是,说理上是不允许有枪,那人都问我啊,这边持枪需要什么牌照啊,这个,我就有这个持枪,啊,然后我只能持这个步枪,和这个散弹枪,不能持那个短柄的枪,就是短鱼多少多少,就是手枪啊什么的更不行,嗯, 嗯,这个枪牌呢,只有有了枪牌以后,可以这个,呃,买枪,或持有枪,然后,不过在这种拔场里啊,据说应该都是,小朋友都可以打,没有限制 这种车只有,只有北美才会有,双座敞魂的皮卡,哼,哼,我觉得这个,只有美国人会想得出来坐这种车 哇塞,各种长枪短炮,都是长管猎枪,这个,这个打,这个靶呢,专门就是用来练习,这个打水鸭的,就是突然间一只鸭子飞出来, 啪一下打中,大家肯定是在游戏里打过这个,但是现实中很疼,你要首先摸清它的运动轨迹,然后还要瞄准,然后放出去,你要知道那个子弹多久能够打到,还是挺难的,比如说散弹枪,它其实打出去,它打出去也就这么大,这么大一片区域能打中,哇塞,哦,双管啊,双管,就是,它可以打两次吗,打一次,只能打一次,只能打一次, 有其他可以打两次,哦,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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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扳机有什么讲究吗,没有讲究,是,日本做的,哦,布朗宁的,日本做,哇塞,好精致啊,这,这把多少钱,十千多,哇塞,好了,好,哇,为什么,为什么会有区别的,哦,那是意大利的,哦,哇塞,木头不一样,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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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这个可以deactivate,它们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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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fuel杠,我能当fuel杠,嗯,很轻啊,不错,是专门打把,是吧,嗯,OK,不知道,我上场了,我做那个YouTube视频,哦,只能打bottom,然后就是bottom,就不怕,OK,它这个,按一下就是打bottom, 啊,就是,掰一下就是bottom,是不是,不用,就是safe,哦,safe,就是bottom,对,然后推上去,可以打,OK,打的时候呢,说话,小点声音,因为这个东西是voice activator,哦,OK,对,然后呢,你拿枪的时候,你拿过枪嘛,这样,推起来之后,脸贴上,然后呢,就放上,然后身体往前轻一点,OK,60%放到左腿,OK,就OK了,就可以,准备好,然后要有提前量,是不是,大概提前多少钱, 你第一个run,就无所谓了,第一个run,你先打感觉,OK 出现了一个起 presume,就会用这个手 해요,直接 Значит,这个新板起来了 ch入单量是这样,你 το有机ование 你 productions做这些ического mod力的这些地方可以说啊,这个亂 grows dodatos 好 好 好 还是很有难度的 他飞的轨迹好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打中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计算机圈量太多或者太少 这个后座力还是相当可以忍受的 肩膀会稍微忍受 总体来说还是挺爽的 这个是装药 雷管 散弹枪的枪壁都是滑腾的 就是说没有腾线的 但是他就是一东西包着它 一会吹出去 这个feet per second 1200 大概枪口出速是吧 FPS OK 然后这个gram它重量 OK 然后呢 打开之后上子弹的会让我们有写吧 然后他会写有写 有写它的它给漏多少 然后指多少的打多长的尺寸 然后呢 这个是8 No.8 然后呢 这个是1盎司它给漏 哇 1盎司的 这就重一点啊 这个Honeycap这是1.1.1的 它是3inch barrel 不是说OK 加拿大铲的还是 你打我的吗 我这个快一点 那个 我算是 快一点 FPS 1400FPS 这个是1400 这个是1500 我就 OK杀手门要上了 诶 换了把枪 好 你们换枪了 两个人换枪 这个胖子超不专业 站姿非常靠后 那个胖子眼睛就乱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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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今天时间有点紧 所以说我就先撤了 下次这个时间长一点的时候 再来多大量 不过 不过 所以说 这个还是打起来挺贵的 这个入场费二十块钱 然后 每打一轮 要十块钱 不过呢 这个毕竟人家 解锋场地 解锋飞碟 还是挺好 挺好玩 下次再来 我第一次打的 应该成绩还不错吧 到时候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 比我想象中的 简单一点 可能 对 跟打游戏差不多 有点自吹自擂 不过这个飞碟如果说飞的 飞的位置好一点的话 还是比较容易打中 如果飞的位置 比较刁钻的话 就打不中了